第四下普攻 第四下之後普攻 你們看我身上會發一個金光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金光 這就是金光 波動拳 來來來來 這個金光有沒有 這就是被動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呢 打出一個有穿透性的 魔法阿嬤 不是魔法這個珠珠 好那我們這邊呢 一坨人擠在這邊 看到對方艾瑞靠過來 這艾瑞還沒有大招 稍微拉一下 我們有這個控場力很強的阿都恩 艾瑞這時候呢 傻傻的把蘇的技能繳出去 剛好被兔子命中 我們這下普攻直接帶掉 好我們把中路兵線清掉之後呢 下一戰呢是天堂 不是下一戰我們要去 魔龍這邊看一下 但是我們隊友好像沒有想打魔龍的意思 我看悟空偷偷在吃掉這個 對他自己的紅Buff 這時候閃電俠晃了一下 發現哎呀 此地不宜久留 就酸了 我們呢 兔寶寶呢 從頭重新再出發 從哪裡跌倒 從哪裡起飛 那這個對方的閃電俠想要弄到 我這個金納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來我們這邊等一下呢 看一下阿都恩能不能抓到什麼好 我馬上拼一個燈 往上路移動 因為我身上是有大招的 這邊對方的艾瑞呢還是有這個 呃 零獸的 我這邊呢等待這個 他的血量很殘的時候 馬上用大招直接往後排切過來 結果對方有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就會隔屁 那金納的大招呢 每隔0.5秒呢可以造成一次傷害 那一樣 技能或是普攻第四下之後 是可以打出穿透的 那所以呢 金納大概在過2秒 每過2秒呢 就可以打出一次穿透 每過2秒就可以打出一次穿透 好那下路的話呢 這個我們的趙雲 不是對方的趙雲跟 我們的這個神女超呢 打的是 難分宣治 難捨難歌 好 然後我們這邊看一下這一套出裝 第一件呢先出大罰球 確保自己的血量CD 那第二呢 因為我們對方太多這個物理 攻擊爆裂角啦 有這個悟空啦 我覺得太恐怖啦 所以我帶的是悟防鞋 因為悟空呢 最怕就是這個悟防鞋 悟防鞋 抵擋的減傷呢 是普攻的減傷 而我們悟空又是打普攻 所以呢 這個減下去不得了 對方基本上很難敲得贏你 那這邊看一下 我直接大招轉起來 直接免傷 免傷就是15%再加悟空給我的 5% 這樣就有20%免傷 好 看到對方的艾瑞直接綁起來 這裡稍微等待一下 等待一下 那艾瑞的血量掉很快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趕快直接收掉他 那這邊看到了 我們瑟北斯跟對方起了衝突喔 衝突是不好的 凡事我們都peace peace 不要太過於暴力 中間這閃電俠呢 看似呢 就沒辦法跟我們打 我們把兵線清掉之後 要去別路做一個支援 中路呢 兵線清完支援呢 是最重要的 這時候本來想說要回到閃電俠的回升點去蹲他 但發現血量太多 呃殺不了 所以就往下路靠 看到我們女超被趙雲欺負 好漢不跟女鬥啊 這個趙雲這樣是不行的 閃電俠呢看到我直接拉掉 拉到對方塔內 這時候呢我本來是想要摳退的 不知道為什麼按了一個進攻 我選擇先往中路把兵線洗掉 在這個版本呢 兵線進來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大家要記得掌握一下 這個兵線的flow 不要漏掉的兵線 因為中路來講呢 兵線很重要 這邊直接一個閃線大招 加速逃逸 逃離 命案現場 好 那我現在呢往下靠呢 看到一個悟空喔 悟空這時候過來了 我直接大招攪起來 搞死他 搞死他 那剛剛還被防禦塔打一下 基本上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打贏他 他就發現 唉完了我大招沒了我要死去了 最後一人一下普攻 還好是我比較玩死 比較玩死的情況下 我就可以拿到 這個藍buff 那金娜這個角色呢 我覺得像是一個很穩的一隻角色 就是他有足夠的跑速 足夠的位移速度 但重點是比較麻煩的就是他沒有任何的 過強技能或是位移技能 只能靠著加速衝刺 那這邊看到我們對方的對手不限喔 所以剛剛往下路PIN個燈 提醒他一下 PIN燈這件事情呢 是很重要的 大家就是看到了就PIN一下 看到了就PIN一下 千萬不要一直PIN說 這個 求求你別送頭 這樣不太好 那這裡看到悟空跟趙雲 我從他們中間插身而過 趙雲也是一隻會瘋狂捕給你的角色 所以呢 我們也出物防血 是為了防止趙雲切到我 好那這邊我們兔子呢 在吃骨龍 跟著他一起吃 你可以看到上路 兩隻一sub也是一個人 打兩個人啊 一打二啊 最後呢 直接命散黃拳 那我們中路的兵線 由阿敦幫我們守 我們繼續把下路兵線給洗掉 那這邊把經驗 經濟再給拿出來 使用金娜的時候呢 如果你要做一個蹲草的動作的話 你可以試著 就是站在旁邊 就是站在草的旁邊 然後持續丟 等到第四下普攻出來的時候 你再衝過去 貓他一下穿頭 直接大招交起來 這邊呢 我們稍微的拉一下 因為我想要抓後排的勇 那我們的兔子呢 直接繞到後排去 看一下對方閃電俠靠過來 那這波呢 就必須先算拉一下 因為沒有看到對方悟空 這時候可以看到悟空 在中下路這邊 我急著過來幫女超 但他還是葛屁啦 我的媽呀 然後這悟空呢 哎呦 這個黏應該是可以 可以收得掉 好那我們跟講 我們這一套 金娜帶這套奧義 攻速很快 所以如果你可以拿紅buff 也是不錯的 特別是在你丟大招的時候 普攻還是可以繼續A 丟個這個紅buff 緩人家是很可以的 好那這邊呢 再把下路邊線趕快洗掉 中路那邊可以看到爆發一波會戰 我很喜歡帶上惡魔的微笑 因為金娜的瘋狂曼陀珠 很容易打到敵人 所以我覺得惡魔微笑 對金娜來講 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那看到上路對方的勇呢 拿出了一個120分之120 這什麼鬼 就是百分之百 得利器收掉了瑟斐斯 那瑟斐斯呢 基本上所有的免傷 對這個蘇來講 都好像沒有 面對蘇呢 我們要盡量丟出的是血量 以血量取勝 因為在他面前是脫褲子 脫褲子的情況下呢 你血越多 他打你就打越久 所以面對到蘇的時候 大家可以記得 這個防禦力 不用疊太高 最主要就是去疊這個血量 那這邊我們就跟著兔子一起收稅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一個草叢 有悟空 所以我馬上跟上來 那這邊悟空 在哪裡 應該是 會死去 他不知道為什麼要回敲 但如果他直接跑掉的話 我們可以叫閃線追過去 所以剛剛那一波 基本上這隻悟空也是必死無疑 可以發現對方的蘇呢 在悄悄的 默默的同時 就吃掉了我們的 深淵魔龍 那我們這邊 集體先往下路移動 因為在上路那邊呢 有瑟北師去做正守 剛剛講完這句話 他就要回家了 那因為看到隊友呢 看到輔助都在下路 所以我覺得跟著下路比較好 那 金娜屬於高順傷爆發角 所以搭配兔子呢 很快很容易就可以收掉一個敵人 那這邊對方的 哎呀交了一個閃線 艾瑞交了一個閃線之後 我們呢要想辦法找到悟空的位置 不然太危險了 上路之間看到瑟北師被對方的蘇燒 被點的還是不要不要 這時候兔寶寶射得到啦 太猛了 馬上大招跟上 黏起來 黏起來 搭配神女超人 哇大家都把刀繳了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是我死的 蠻扯的 我這裡呢 集滿給對方一個666 雖然心不甘情不願 但是真的厲害 那看一下經濟狀況 其實對方經濟並沒有差到哪裡去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還是還是覺得 這個iphone的打字實在是太難打了 我的媽呀我到底要打什麼 打超久的啊普攻暴擊 普攻暴擊 什麼 完全忘記失憶啊 我得了失憶症啊 完全不知道我那時候要打什麼東西 好看到中路了這一波 兩個人被對方應該是敲到七昏八速 感覺就是打不贏 很可惜我們只能目送我們的阿杜恩離開了 那我看到瑟菲斯接近了 瑟菲斯一個人收了嗎 他只收掉一個閃電俠 不過沒關係啊 這時候呢 我們看到上路 有對方的艾瑞靠過來 那我們就要去做手塔 突然發現自己的經濟最低啊 我的媽啊 怎麼會這樣咧 那這個艾瑞是不要跳的啊 那他在打瑟菲斯 我們算是等他一下 等他一下 這邊看到造型殺怪 直接大刀繳起來之後發現 欸欸欸欸 居然還有一個悟空 我的媽啊 我的媽啊 這邊趕快拉掉 但還是被艾瑞打死啊 很可惜 好很可惜 逃不掉 好我們這邊看到對方造型在右巢喔 不要先不要過去 我們等待對方把招式繳光 看一下 啊有人綁住 有人綁住了 但是等一下我們的阿頓扛很兇啊 阿頓敲起來之後 這邊直接大招輾過來喔 這個免傷是很高的啊 打出一個暴擊傷害 悟空雖然跑了 不過沒關係 這一波對方呢 死了三隻喔 那有一個蘇在下路推塔 那我就好一個回去守 那兔寶寶回去守 不對吧不對吧 喂喂喂 不對耶不對耶 你去守 那請問一下這邊誰搞 我的媽啊 好沒關係呢 可以看到兔寶寶跟蘇呢 開始一波激戰 我們只能從小地圖上發現呢 兔寶寶的血量剩一半 他剛丟了一個大招 大招開起來 這裡悟空直接繳起來 那蘇呢 在拆我們的防禦塔啦 我的媽啊 這邊趕快的 喔硬式拆掉 非常非常的有驚無險 真的是有驚無險 驚驚險險 拉險驚 好的 那今天這一部影片呢 非常非常開心的 就這樣結束了 那如果喜歡影片 訂閱一下youtube頻道 也可以到的facebook按讚 那麽按鈕 可以幫我追蹤一下 那我們就好 下一部影片再見面囉 See you guys 掰掰